大家好,我是马克 黑泽民导演二战后的第一部电影 《我对青春无悔》 军阀财阀以满洲事变,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为借口 四级野心侵略扩张帝国主义 他们为了统一国内民间思想 对反侵略者皆严加镇压 今大事件变为起正一例 京都,幸知是京都大学巴默元教授的女儿 和同学们朝气蓬勃地唱着歌《攀登山岗》 戴眼镜是野毛,右边是戏穿 可以看见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 两人都是兴致的好友 中当大家站在山顶远眺校园的时候 枪声取代了歌声 骑警冲进校园,对世卫的学生进行镇压 昭和八年,校园的自由主义逐渐崩塌 巴默元教授被逐出教坛 面对此事,学校的教授们深感愤怒 就算全体退学,也要厮守校园 野毛从马列主义观点出发 认为学术自由,民主主义运动 应该发展成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运动 兴致非常讨厌这个话题 他转而弹起了钢琴 野毛领导学生会团结全校同学举行游行 随着上面镇压越来越严酷 重策越来越强用 反动教授派开始崩溃 部分教授撤销请辞 而学生们则愈演愈烈 冲突越来越严重 到了不可缓和的地步 最后以抓捕一批学生为告证 而野毛就在其中 经大事件以失败为结束 师兄陆续重返校园 没人知道野毛去哪里了 教授给全体师兄开会 这次我们是失败了 但是各位 众议必会胜利 虽然今年的花朵已凋谢 但时机到来后 定会再次绽放 校园死气沉沉 学生们每天唯有唱歌排解 八毛元的学生们劝教授 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 就算放弃学业 我们也在所不辞 教授告诉大家 在毕业前夕突然中途退学 是何等悲痛的事情 其中一个学生 还是受姐姐的照顾 教授告诉他 也要多想象你姐姐 西川家里也很贫情 家里依靠父亲去世后 留下的积蓄生活 现在距离西川还有一年才毕业 而积蓄已经接近花光 母亲每天都在计算着 西川毕业的时间 西川背负着家庭生活的压力 不得不主张放弃 所以也成了同学们口中的叛徒 杏芝问大家 野毛去哪里了 同学告诉杏芝 野毛不会回来了 他一个星期前就消失了 被抓住的人 可以出来的早就出来了 他不满足只搞学生运动 他是个干任何事都要彻底的人 西川来到教授家的时候 大家都有回去 西川问杏芝 什么结果 杏芝告诉西川 放心 这下没人知道你是叛徒了 西川告诉杏芝 我愿意当叛徒 我有不得已的原因 昭和13年 野毛已经被抓进去关了5年 杏芝在插画课上 把自己刚刚做好的作品毁掉 万重三朵 鸽子漂亮的孤朵在水中 杏芝告诉妈妈 我可能会和西川结婚 话音刚落 自己又说 我开玩笑的 西川做了检察官 巴木原教授在家里 开始了免费法律咨询 西川告诉老师 老师曾经是东大事件的关键人物 做这种事情 别人难免会用油色眼睛看待 晚上西川留下来吃饭 妈妈极力撮合杏芝和西川 西川告诉大家 下次 我会带一个神秘人物来 杏芝送西川出门 告诉西川 别带野毛来 我觉得可怕 跟随着你的日子 会是平淡稳定 但是这种生活过于单调 如果是跟野毛在一起 总觉得会光芒死射 生活发出耀眼的璀璨 虽然可怕 但是魅力惊人 西川大笑告诉杏芝 野毛已经变了 野毛在监狱里过了五年 五年足以改变一个人 第二天野毛来 人已经变得谦虚谨慎 还感谢西川帮助自己 杏芝心目中 那个光芒死射的男人 已经消失了 杏芝失落地跑到楼上 妈妈告诉他 野毛要走了去中国 你还是下来送一下吧 杏芝匆匆跑下楼 对野毛说 再见了 当天 杏芝收拾东西 要到东京去 自己单独生活 教授问杏芝 你一个人能行吗 杏芝说 我会英文 会打字 应该能在商行 找到一份工作 我要放下一切 找到生存的方向 看到杏芝如此坚定 教授对杏芝说 自己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自由 是要经过战斗才能有的 并要重担背后的牺牲和责任 这点绝对不要忘记 昭和16年 东京 西川在街上遇到杏芝 邀请杏芝吃饭 杏芝有遇的时候 西川告诉他 我结婚了 都要当父亲了 杏芝这才答应 吃饭的时候 西川不停地感慨过去的时光 告诉杏芝 野毛其实也在东京 现在是日中问题的专家 也获得财重界高耸的信任 他的生存方式令人目眩 因为他总攀在悬崖上 杏芝找到了野毛工作的地方 东亚问题研究所 可是进去后又出来了 就这样 不管刮风下雨 杏芝每天都会来这里 在门口徘徊 却总不进去 直到有一天 野毛出来碰到杏芝 野毛问杏芝 你来东京 老师放心吗 来多久了 杏芝说 你在我家离开那天 到现在三年了 杏芝矜持地小心脏 想要表达自己的爱意 但行为却总和以前一样 做和自己心意相反的事情 野毛告诉杏芝 我现在也是受到监视 甚至会失去生命 我害怕那一刻的来临 前路总是这样险峻 杏芝说 别担心 我才不害怕 杏芝终于能坦然 面对自己的心意 告诉野毛 我想要好好珍惜 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放开心扉的杏芝 又回到那个热情洋溢的少女时光 家里的插花 摆得满满的 回头也感无悔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 令她感到最有价值 两人在村外 看外面漂浮的云朵 在草地歌唱那年的笑歌 某天野毛告诉杏芝 总算完成一件正外工作 我真的很高兴 杏芝说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但是我会默默支持你 野毛对杏芝说 谢谢 我们现在所干的 要在十年后 才能获得日本国民的道谢 野毛拿出父母的照片给杏芝 野毛一直把照片 放在自己的心脏位置 这是我最脆弱的地方 十年没见了 倒也不是不想见 是不能见 野毛说要出去一会儿 晚饭前回来 还会帮杏芝买个礼物 美好的时光 总是如此短暂 野毛在咖啡厅被当局抓捕 定性为国际间谍 杏芝也被抓取审讯 受尽屈辱和折磨 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 杏芝才被教授接走 教授找到西川 提出要当野毛的蝙蝠历史 西川告诉教授 野毛昨晚在拘留所 突然死掉了 杏芝听了消息 犹如晴天霹雳 他最美的时光 是如此的短暂 教授告诉杏芝 你是野毛的妻子 想想野毛一直战斗的意义 也是为了救助日本 牺牲自我 你作为他的伴侣 应该感到光荣 在你离家之时 不是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吗 自由的背后 要承担牺牲和代价 兴之决定了 到野毛家去 把野毛的遗骨送去 野毛的母亲 在埋葬野毛骨灰的时候 不住地抱怨 这个爱牵到的儿子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死了好 死了就安静了 事到如今也无奈 你就好好留下吧 野毛家被村民写上间谍之家 父亲只好用木板将房子的四周钉上 屋子里暗无天日 像躲在地下的老鼠 做农活都要后半夜偷偷出去 村里的孩子路过的时候 非从屋子丢石头 敲门 唱歌 这是一种极度高压下的生活环境 兴之请求让自己留下来 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 自己已经决定了 面穿黄土背朝天 兴之这个大小姐也下了地 拿起锄头干起了农活 和野毛的母亲 在夜色凝正的氛围下 汗水湿透了衣服 手臂也失去了知觉 手上抹起了水泡 就再缠上粗布 兴之拆下大门上的门板 大白天出去干农活 母亲喊道 为何不等到晚上再出去 会被大家追逐辱骂的 果然 兴之出门后 一群可恶的孩子跟着自己 路过的每家每户 每双眼睛 都像钉子一样 刺进兴之的心里 兴之背着一筐柴火 被压倒在地 几经场势 军位占起 众人的讥笑 向腐肉上的蛆 笑声 从野草中来 从泥土中来 从无形的风中来 最后母亲来了 背起了兴之的柴火 就那么坚毅的 刚强的 往家中走去 从那以后 兴之和母亲 便开始在白天老作 兴之累到发烧了 还在继续坚持 心中的信仰 回头也感到无悔的生活 野猫和父亲的话 在耳畔响起 激励着兴之 看着眼前老作的成果 兴之的汗已经流干 力也好干 母亲说 看哪儿 我们两个人 竟然插了这么多 兴之晕倒在地头 第二天一早 母亲从田里回来后 跪地大哭 农田被摧毁了 兴之听闻后 赶忙跑去 农田被尽数摧毁掉 写着间谍的牌子 插在田里 兴之看着眼前的一切 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默默拔掉这些牌子 扶起被击倒的药妙 父亲也来到田里 双手颤抖着 双眼琴满泪水 拔掉那些 显然卖过谁的牌子 这都是国家的报应 从前在钢琴上跳舞的 大小姐的双手 现在浸泡在田间的清水中 有人在叫自己 兴之抬头一看 是西川 西川告诉兴之 我想要去祭拜一下野猫 野猫不幸地走错了路 但你不必跟随 兴之说 不必了 野猫不会感到高兴 也许兴之警察官眼中的野猫 只是个侮辱其途的不幸家伙 究竟哪条路才是中确 时间会给我一个裁判 1945年8月 日本战败 自由觉醒之日的到来 经大校园坐无虚席 为了校园的自由而战斗 为了日本的和平和幸福 舍身作战的英雄行 他是本校的荣耀 那位先生已经与世长辞 但是他的伟大精神 会一直长存 我期待将会出现无数个野猫 所以我决定重返教谈 母亲请求姓志留下来 姓志说 我已在那里扎下了根 农民的生活 特别是农村的妇女 过得异常艰难 我希望可以尽力改善 这便是我以后的生存价值 我要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说吧 满脸效益 比阳光更温暖 幸之又回到当年 和西川野茅 一起攀登的吉田山 看着那些年轻的学生们 一路欢歌 幸之 留下幸福的泪水 从事青年到农村 接受贫下蒸农的再教育 看来是成功的 为吧 这部电影的商用时间 是二战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年 看完这部电影 我有三点感想 第一 黑泽民导演战时拍过宣传片 战后一年 就匆匆上一部反战片 猜测导演本人 对于战争的态度 恐怕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毕竟 如果导演坚定地支持战争 或者坚定地支持反战 都不会有后来的人生 包括黑泽民 甚至包括参与战争的小金 文艺工作者们 仅跟意识形态而已 第二 这部电影是以女性为主角 但是绝对不是大女主 而是大男子主义下的唯女性意识觉醒 这个所谓的新女性 其实并不行 只是穿上一件新衣服罢了 女主并没有自己心中坚忍不拔的信仰 她甚至都不知道野猫在做什么 她从懵懂的时光 跨越到怀疑 然后到追随 她选择的生活 与其说是觉醒 不如说是感动自我的追随 这是叛逆的内核 从小就叛逆 做与内心意愿相反的事情 并不是觉醒的内核 第三 电影的后半段 用了大篇幅来展现女主在农村的生活 我对这点非常有感触 毕竟我在农村长大 我还记得光荣之路那部电影 第二天要开战 头天晚上两个士兵聊天 明天你想怎么死 被机枪射死 这个没什么痛苦 死当然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而对于女人来讲 独自活着 就像电影里后半段展现的那样 是需要铁一般的意志力 才能勉强活下去 遇到困难 逃离是最简单的 选择坚守的 是需要付出极大的热情和隐忍 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小时候在农村生活 因为某些原因 我也遇到过片种类似的事情 农田里的水被别人在夜里偷偷放掉 水稻这种东西不像小麦 生命里顽强 水稻需要精心照料 插秧的时候太浅会飘上来 太深就不发育了 灌溉的时候 水太多会淹死 缺水也会死 所以把水放掉 等于就是杀死这块田中的所有水的 施肥的时候最可恶 田与田之间会被挖开 肥料溶于水后 被别人挖个口子流走 我非常小的时候 我爷爷去世的那几天 家里会莫名其妙地出现 我爷爷的衣服 被挂在院子中 晾衣室上面 甚至屋顶 家里的周围 邻居们还会散布一些谣言 来吓唬小孩子 说是鬼魂回来 夜里 院子里被莫名其妙地 扔进来石头 不是小石头 是砖头 晚上睡觉 会有人猛烈地砸门 当你去看的时候 就没人了 家里养的猫啊狗啊 都会被邻居抓住砸死 说通魄西空的会淹死人 其实不用 每天面对无数长眼睛 都能杀死你 那是一种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 只有真正生活过的人 才明白 青春无悔 说对自己的青春无悔的 都是骗人的吧 我真无悔 那个是多无聊的青春 有时候我真想一觉醒来 擦掉口水 对身边的同桌说 我刚才做了一个 好长好长好长的梦啊 好长好长的梦啊 好长好长的梦啊 好长 Qua 好长好长的梦啊 小bone